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5号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林森 几个月前一批中国公民在互联网上联合发起了零八宪章签名运动 零八宪章最早的发起和签署人之一 中国艺人士刘晓波目前仍然被中国当局监视居住 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当局放松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归还民众的知情权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就是零八宪章与中国民主法治状况 首先由天红来介绍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天红 好的谢谢林森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说 参议院可能最快在今天也就是星期四 就可以对奥巴马总统所提出的经济刺激方案进行最后的表决 参议员们星期三一致通过了一项修正案 为购买住房的人提供一万五千美元的抵税额 这使得议案向最后的表决靠近 这项由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尼 艾萨克森提出的修正案 将为奥巴马提出的九千亿美元议案增加一百九十亿美元 参议院还一致同意修改众议院通过的版本里所包含的 所谓购买美国货的条款 这项条款要求经济刺激方案所资助的所有公共项目 只能够使用美国制造的材料 星期三通过的更改内容 要求这项条款在执行的时候应当符合美国在国际协议中所承担的义务 最初的条款支持者说 购买美国货条款将会推动美国的制造业 但是奥巴马总统和其他的批评人士说 这样的条款可能会触发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说 将把接受联邦政府救援资金的金融公司高层主管的年薪上限 设定在五十万美元 奥巴马总统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 星期三宣布了这项引人注目的干预措施 奥巴马称纳税人的钱被用来奖赏失败者 令美国民众深感愤怒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白宫对那些接受联邦政府救援资金的金融公司发出警告 要求他们取消巨额奖金和其他额外收入 并对高层主管们的年薪设定上限 奥巴马总统要求设定年薪上限 作为获得联邦救助的条件 新任财政部长与奥巴马总统一道做出这一宣布 我们当然认为成功者应该受到奖赏 可是令人们沮丧的是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失败而得到奖赏 人们当然会因此感到沮丧 尤其是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去负担那些奖赏 而许多人自己正处于困境之中 除了将高层主管的年薪上限设定为50万美元之外 奥巴马总统还宣布了对所谓的金降落伞 也就是公司离任高级人员的巨额潜伞费 实行新的限制 我们要求这些公司承担责任 认识到这场危机的本质 以及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项举措出台的同时 在美国各地引发愤怒情绪的消息浮出水面 华尔街金融公司去年发放180多亿美元的奖金 而其中许多公司当时正摇摇欲坠 并寻求政府救助 薪酬顾问布鲁斯·埃里格说 他赞同设定薪金上限 并公布总统的年薪为40万美元 事实上国会在考虑 应该把年薪上限设定为40万美元 不仅仅是针对这些金融机构 而是所有的行业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必要定得这么低 财政部长盖特纳预计下星期 将就联邦政府计划 如何使用国会去年批准的 7000亿美元联邦救援资金的余款 公布具体细节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韩国最高电视指挥官 敦促北韩不要加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夏浦将军说 华盛顿和首尔都在密切关注北韩 最近有报道说 平壤准备再次试射远程弹道导弹 有分析认为 北韩试图向韩国政府施加压力 引起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注意 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998年 北韩成功试射了飞跃日本领空的 大浦洞一号导弹 之后2006年的大浦洞二号导弹 试射被认为是一次失败 媒体最近报道 北韩可能准备进行 大浦洞二型导弹试射 星期二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伍德说 北韩的导弹计划引起地区担忧 上星期平壤宣称撕毁所有与首尔签署的不侵犯条约 自从去年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后 南北韩关系恶化 李明博停止了前任总统承诺的对北韩的经济援助 表示北韩必须拆除其导弹项目 美国专家说 平壤试图恫吓首尔 引起奥巴马政府的注意 民间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克林纳 最近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说 北韩是向奥巴马发出警告 试图影响他的政策走向 华盛顿和平壤都参与了为结束北韩核项目的六方会谈 会谈在如何确认平壤有关宣称的问题上陷入僵局 布什政府拒绝与平壤高层领导人会晤 一些专家认为 华盛顿应当派遣一名特使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谈 因为要想让北韩放弃核武野心 这个决定必须来自北韩最高层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说 华盛顿正在审议其北韩政策 此前他曾表示 华盛顿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阻止北韩核扩散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中国官员说 至少有八个农业省份数百公顷的农田 长期面临了干旱的威胁 中国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办公室说 去年11月开始的旱情 已经影响到了900公顷的冬小麦 使得将近400万人缺乏饮水 当局说受灾最严重的是河南省和安徽省 那里的旱情已经让超过60%的冬小麦受到了影响 该办公室说 这次旱灾规模历史罕见 旱灾甚至影响到了首都北京 北京已经有一百多天没有降雨 这是将近40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干旱 另一方面奥巴马总统虽然才上任没有多久 但是有专家认为 奥巴马政府已经演理出一套打击恐怖分子的新方案 奥巴马总统也说 他会避免使用反恐战争这样的说法 以便美国能够争取伊斯兰世界中温和派的支持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奥巴马总统上任第三天 巴基斯坦官员声称 有一次美国无人驾驶飞机 两度空袭八国边境地区 这段录像带也显示了美方官员所说的 回应地面攻击的行动 美国新政府已经表明 无论基地组织分子的激进分子躲藏到哪 都将会继续的铲除他们 而奥巴马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 说得很清楚了 对于那些以制造恐怖 屠杀平民为目标的组织 我们要告诉你们 现在我们的精神比以前更强大 坚弱磐石 你们不可能撑得比我们久 我们一定会打败你们 智库兰德公司的恐怖主义专家 布莱恩·詹金斯说 前任布什总统提出的反恐战争说法太高调 奥巴马政府已经指出 会竭尽所能打击激励组织的头目 但是新政府同时也避免对恐怖分子使用咄咄逼人的方式 很多人认为战争一词应该单单指的是使用军队的武力 华盛顿京东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修·李维特表示 要打击这种程度的国家安全威胁 你必须得运用整个国家力量的所有因素 专家认为各种不同的敌人在主要欧洲 亚洲以及非洲国家散布恐怖主义 因此他们认为不应该把许多国家的军事组织 联合起来 我认为如果能够从我们原来的认知 也就是恐怖分子都是一整体的概念抽离出来 会是比较有效的趋势 应该把它们视为分离的区域性的组织 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没有多久 基地组织的二把手就发布了网络录音 公然羞辱奥巴马是奉承主人的黑奴 还指控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抱有敌意 詹金斯认为基地组织试图引诱奥巴马总统 与其展开一场唇枪舌战 但是奥巴马总统没有掉进圈套 奥巴马政府很可能不愿意 随着基地组织的旋律起舞 专家表示奥巴马总统了解 这场战争没有明确的起点 以及快速的终结 而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努力 与持久的战略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以上您收听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我是天红